我們現在上來叫做岩石與礦物 第一個要叫做岩石 什麼叫做岩石 以前的說法叫做 天然產豬已固結或仍然是疏鬆組成地殼的物質 第一天然產豬 原則上地殼只交天然的東西 不交人造的東西 我們用的是天然的 已固結 粉皮叫做已固結 仍然是疏鬆 本皮會閃閃的 閃閃的 重點叫做組成地殼的物質 天然產豬組成地殼的物質 就叫做岩石 這叫做岩石 所以地質學上的岩石 不一定要是一塊硬硬的 你心目中平常想像的石頭 一塊硬硬的那玩意叫做岩石 什麼花岡年十位年都是岩石 但是沒有變成一塊的 也可以叫做岩石 石油跟天然氣也是岩石 因為它們都是天然產豬組成地殼的物質 所以石油是液態 天然是氣態 但是在定質學上 都稱之為叫做岩石 這個是最早的講法 岩石是天然產豬組成地殼的物質 現在範圖變大了 大家會有這個岩石圈嗎 岩石圈不再包括上度地函的一小部分嗎 所以那個東西也叫做什麼 岩石 那也叫做岩石 叫岩石 還有 美國人登陸月球 從月球翻了一圈球 跑回來 月球的岩石也放在岩石的研究範圍之內 還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岩石也把它升進去 所以範圍變大 但是重點還是一樣 什麼是岩石 天然產豬組成地殼的物質 叫做岩石 可是現在範圍大了 上附地安類也算 月球岩石也算 岩石也算 岩石也算而已 但基本上重點還是一樣 就是岩石的範圍 下一個是小學就教過 我們還考過的 就是岩石會有三大類岩石 火層岩、成基岩跟變質岩 有那個成基岩跟變質岩 那麼其中是根據什麼分類的 形成原因 A方法做的就叫做火層岩 B方法做的就叫做成基岩 四方法做的就叫做變質岩 四方法做的就叫做成基岩 就是形成原因 這考過 我講的小學就學過了 基側、學側考過 根據形成原因分作三大類 火層岩、成基岩跟變質岩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它會有一個循環 還有一個循環 它可以一直變過來變過去 比如說 渣渣變的就叫做成基岩 那怎麼樣會有渣渣 可以是火層岩變成的渣渣 這裡有火層岩 火層岩變成的渣渣 火層岩變成的渣渣 也可以是變質岩變成的渣渣 這裡風化成青石 渣渣就會變成成基岩 只要是岩漿凝固的就叫做火層岩 誰變成岩漿 可以是右手邊 成基岩變成的岩漿 也可以是左下角 也可以是變質岩變成的岩漿 當然也可以是火層岩自己變成的岩漿 這樣就叫做所謂的火層岩 只要經過變質這個叫變質岩 所以右手邊過來 成基岩有變的作用 左邊上面下來火層岩也可以有變的作用 甚至於左下角變質岩還可以怎樣 繼續再變質岩 所以就是A方法做的就叫做火層岩 A方法就叫做成基岩 然後考試現在喜歡考一種題目 請問你下列哪一個次序是不可能的 請問你我的成基岩會不會變岩漿 可以 然後岩漿變成火層岩 OK 請問你 請問你 那個岩漿可不可以直接變成成基岩 不行 岩漿靈就是什麼岩 岩漿靈就是火層岩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就是考一個岩石循環 下一張圖基本上跟這個圖類似 只是用另外一個方法表達這個岩石循環而已 你看到了 這邊有一個火層岩的變質岩往上 叫做深至地表 因為地球表面比較容易有這個風化作用 未來會教風化 風化就會變成渣渣 渣就斑斑斑斑斑到某個地方 然後就往下 然後深排層岩 大概會講到所謂層岩作用 它就會變成層岩 層岩受到壓力跟熱 就是我後面要教的溫度跟壓力影響 就有變質有變質岩 然後更深容就會變成岩漿 變成所謂的火層岩 就是另外一個方法再來表達這個岩石的循環 意思是一樣 反正就是跟你講 岩石根據形成原因會分作三大類 火層岩、層岩跟變質岩 OK